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泡芙花发绳的具体做法 这款发绳呢,简单实用 做好之后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接口和线头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呢,剪刀,针,一粒珠子,一段50厘米的发绳 还需要准备呢,两种颜色的五谷牛奶棉 三毫米的勾针 首先呢,我们需要圈勾 我们先来起针 绕线两圈 把勾针放进来 好,我们起针完成 这一圈呢,我们勾五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短针勾完之后呢,我们把线头拉紧 在这一圈的第一针上做引拔 引拔完之后呢,我们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绕线 在这个同一针目上,我们勾一个长针 但是这个长针呢,我们没有勾完 现在呢,针上有两个线圈 我们再绕线 第二个长针呢,也是勾一半 这样的长针呢,我们勾六个 每个长针都勾一半 现在三次 第四个长针 第五个长针 第六个长针 好,我们勾完六个长针之后呢 线一次性拉过 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第一圈的第二个针目上呢 做一个引拔 这样呢,我们泡芙花的一个花瓣就做好了 我们再重复这个动作 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绕线 勾第一个长针 第一个长针呢,只勾一半 接下来再绕线 勾第二个长针 又是只勾一半 我们勾完第六个长针呢 就把线一次性拉出 然后勾两个辫子针 在第三针上做一个引拔 我们两个花瓣呢,就勾好了 第五个花瓣完成以后呢 我们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引拔 好,我们断线 把线头呢,拉紧 调整一下这五个花瓣 现在我们用另外一种颜色呢 来勾花的中心的部分 绕纸两圈 我们来起针 好,起针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勾一个辫子针 绕线,我们勾一个长针 和刚才一样呢 这个长针呢,我们不勾完 我们同样呢,是勾六个长针 未完成的六个长针 未完成的这个勾一半的六个长针 针完之后,我们现在勾针上有七个线圈 我们一次性把这个七个线圈 一次性拉过 一次性拉过之后呢 我们勾一个辫子针就可以断线了 把这个线圈拉紧 有线圈的这一边呢 有线圈的这一边呢,我们可以打结 把这个线头给它剪掉 好,我们现在花的中心部分呢 就完成了 现在呢,我们拿出五十厘米的发绳 我们把这个发绳呢 对折之后呢,穿过,穿过珠子 这个发绳呢 双层发绳穿过这个花的中心之后呢 我们在花的中心处呢,打一个结 打好结之后呢 找到我们一开始起针的时候呢 起针的时候是这个线头 然后呢,把它勾到花的正面 把这个线头拉紧 这个线头呢,也和这个我们的橡皮筋呢 打一个结 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在这边 用橡皮筋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被这个拽过来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前面比较长的这个线头 所以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结呢 都打在花的正面中心 好,所有的结呢 把这个线头都打好之后呢 把线头剪掉 橡皮筋多余的部分也可以剪掉 我们把所有的结呢 我们把所有的结呢 都打在花的中心部位以后呢 拿出花的中心这一片 我们把它粘在 我们先把它粘在这个花的中心部分 粘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针把它缝在这个五朵花瓣上 我们再用针把它缝在这个五朵花瓣上 好,我们把花的中心部位呢 都固定在五朵花瓣上之后呢 我们把线呢 我们把线呢引到中心部分 比较蓬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呢打一个结 剪断线头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结呢隐藏起来 好,又一个可爱的泡芙花发绳呢 我们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没有发绳 只有黑色的发圈呢 你就可以把你做好的这个泡芙花呢 缝在黑色的发圈上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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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